歌词有了 剩下怎么形成完整的歌 现在呢 这个AI出来了 这就好办了 但是那东西呢 你要想再精致一点 大概我瞎说个数啊 100个人会写歌词的话 大概有20个人会写曲子 有一个人会做编曲伴奏 现在出了个西湖玩人 叫做AI歌手 我说的这个AI 我是玩AI是从前年开始玩的 玩AI歌手 我这AI歌手和大家理解 那个AI不一样 大家说理解的都是 你搞一首歌 让AI找的以后 你帮我唱一遍 甚至他连视频都给你做出来 那个我是要从那个 歌手库里头 在几十个歌手里 挑一个最合适的声音 然后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去修饰它 去雕刻它 然后把音符上去以后 那个拐弯是怎么拐的 从下往上弯 到上的颤的什么频率颤多大 颤语怎么做 今天放的歌大多数都是AI歌手唱的 我做出来的 如果写完歌词的话 能找到长期固定搭档的 配合默契的铺取 那是最好的 找一个朋友去铺取 这个就需要形成一个圈子了 就咱们一圈人 其实你应该这么想 那个铺取的那些 他也希望能找到做词好的 这个 这个 谁稀缺的话 谁挑别人 那个 丰富的就完了 你要自己学一下 其实好多人他不会做曲 但是他有感觉 他知道那个旋律怎么弄 他把那歌 他拿着手机 现在录音也比较简单了 把那个音频录制一点 你就按着你的脑子旋律 你就哼出来就完了 哼唱出来 找东谱的给你 拿把谱给你写出来 然后呢 你就这个就动机就有了 动机以后你就找一谱去 照我的动机 你看怎么样 好 我给你谱点 前头车过也有 你给我谱给弄 这很简单了 现在出了一个AI软件 叫Sora 这个东西 反正我听了听 我到现在为止 他们说的热闹 我跟你说 那东西呢 就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 漫分 七分的作词 六分的作曲 八分的演唱 加上九分的那个伴奏编曲 再加上这个 八九分的这么一个视频 凑一块凑个平均八分左右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他很难有灵魂 这么讲 他很难有灵魂 属于一次性的消费 听一听 凑个热闹 哎 挺好 完了啊 你看 这玩意儿电脑也能做出来 你好意思说 你是 你是持续作者 你好意思 说这版权是我的吗 你好意思说 这个就是我的生命的写照吗 不能的吧 持续有了 要演唱 要自己唱呢也可以 请人唱呢也行 然后请AI唱呢 其实很容易学 如果你以后有人有兴趣 要深度的想研究这事的话 你只要食谱就可以了 食谱呢就是 会最简单的键盘 你不要去弹得很好 你一指缠去弹 这个搜在这 当 拉在那 当 这个会 看得懂就行啊 然后呢 真正的演唱 还得解决另一个问题 就是要 编曲做伴奏 又叫配器 然后做完伴 他要混音 混音是干什么呢 就把各种声音大小 给调平衡了 这个东西呢 要学下来很麻烦 我这几年都最新 研究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要有和声的知识 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 然后你可以花钱请人做 请人做呢 我看了淘宝 有100块钱 可以帮你编的 编一首的 到了专业圈子的话 几万的也有人敢收 甚至几十万的一首歌 也有感受 这个呢 就是看你的要求多高了 这就是用电脑AI 做的一个 一首小歌 我把它那个 屏幕的运行过程 我给它标出来了 每一个小歌的 就是一个音符 然后呢 它这里的那汉字呢 就是那歌词 这是 一首小情歌 也是一个主张 那个主张呢 对爱情的一个主张就是 要告诉年轻的男女 要珍惜那个眼下的 这个 这个 爱情就完了啊 要守在一块 不要随便分开 点一下吧 很简单 就拿一个吉特伴奏 播不动了 这个不知道说什么毛病了 那算了吧 然后呢 给自己写的歌 配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现在好多朋友 现在已经会做视频软件 以前做视频 那是电视台的人的专利 现在的普通拉百姓都会 随便弄呢 都可以弄 手机都可以编辑了 有了声音以后 加上图像 那就极大的提升了 加强了歌曲的表达能力 然后呢 但是呢 这歌曲 它也能够限制歌曲的 听歌的这个想象空间 有时候你听 就说这听景不如看景吗 看景不如听景吗 那有时候 你听了 你觉得风景非常好 那一看 啊就这个 楼梯梯霜满天 一看那个啊 就这破桥 这么小个水沟 让你说的热闹 是吧 背流直下三千尺 你看什么玩意儿 是吧 但是你做视频 你可以去夸大 但是你要觉得限制了以后 你干脆就 换更虚拟一些东西 最简单的那个 歌曲的那个视频 就是就一张图片 静夜点左右画的话呢 然后把那个字给配上就行了 一行一行出 还是一堆一块 一坨一块上去都可以啊 然后呢 再就多张图片连起来 就变成一个视频了啊 把歌词给弄上去 然后呢 这个 有照片 也有会动的视频 所以现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拿手机拍 一般都是除了拍照片以外 还得少个几秒钟的视频 左右画一画 这样的话呢 回去剪视频的时候都容易 这将来 他一定会进入一个 从文字进化到图片 从图片进化到立体的 叫做视频 现在 经常做视频 而且做视频特别好玩 做视频 它是一个玩的一个过程 特别爽的一个过程 乐趣无穷的那个东西 但是就是吃时间就是 给大家推荐一个免费的软件 叫剪映 自己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呢 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它蔬菜库里东西也不少 那个学起来也不难 随便你去上那个B站 Bilibili 上B站 它就各种 教你做视频的一些小教程 那个抖音自己也有 有不少 教你做视频的一些小教程 搜一下就都能出来 学一学很快的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小技巧去学 非常好 然后呢 也有的时候呢 我们去借别人的 像我那个 整了一堆电影 编辑一个 这个有一首歌呢 我写的一首歌 有一个清华的一个美院的一个 毕业的一个学生 一个一个校友 他拿一个老电影 他不知道哪找 太神了 去跟那歌贴合度太好了 所以把这歌呢 给大家放一下 这是一个小姑娘唱的 但是后来加进了爸爸妈妈 全家一块唱 唱个童谣 春天的燕子飞来在门 门前直纸直纸扎扎 告诉我遥远的南方 开着火红的花 灿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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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高高的山崖 山崖下一望 无边的是那绿悠悠的庄稼 就不然是那个江飞的大戟 走起飞来的灿热的会儿 推远的走起了 岸上吹着流地的是那方有的汪啊 春天的风儿吹 春天的西雨飞扬 小河野哗啦啦 春天的桃花开呀 在三月的阳光下 春天的燕子告诉我 他也爱北方的家 春天的风儿吹呀吹 春天的西雨飞呀飞 春天的桃花开 燕子贵 这是借了一个六十年代的一个五十年代的 五六十年代的一个老动画片 给剪出来的 春天的风儿吹呀吹 春天的西雨飞呀飞 春天的桃花开 燕子贵 春天的桃花开 红花开 居然不是世饱 Joyce